第五百一十九集 张掖和福霸剑两人领悟到的意境都相差不远 都可以大大加快出手的速度 两人同时出手之下 施展出来的绝技快到了极点 常人眨眼的时间里 两人已经各自施展出三百剑和三百刀 在这种快速到极点的速度之下 广场下面的虎族年轻人眼睛根本就不够用了 瞪大眼睛看去 也只能看到两团影子在擂台上旋转 即使施展出灵觉来 也感觉到震震的模糊 两人在刹那之间发出多少招 根本就看不清楚 张掖和福霸剑一开战 立即就出于下风 这福霸剑每施展出一剑都是宗师手段 围力大到极点 偏偏速度也是快到极点 张掖虽然成功地把风之意境融入到破云以刀和落日斩等刀机之中 但毕竟招数有限 快速施展刀法之下 邓氏就处于下风 不过 张掖的落日斩和繁星斩等刀法乃是上古刀机 奥妙无穷 张掖没处于下风的时候就施展出落日斩和繁星斩 扳回烈士 张掖和福霸剑两人 每一个眨眼的时间里 都有死神擦肩而过数百次 两人疯狂地施展着手段 只杀着天昏地暗 整个广场里的年轻强者们 看到这种激烈到极点 快速到极点的战斗 一个个都惊呆了 全场寂静 福霸剑一剑剑地施展出宗师手段 嘴角上带着一丝冷笑之色 他每发出一剑 都是宗师手段 现在已经稳稳地占了上风 只需要再过一段时间 等到张掖露出了破绽 他就可以一举战胜张掖 但张掖的表现 大大出乎了福霸剑的意料 一千招过去了 一万招过去了 三万招过去了 张掖依然没有露出败相 反而 张掖的刀法在一次次的磨练之中 变得越来越厉害 能够施展出来的宗师手段 越来越多了 嗯 这怎么可能 我就不信了 伏霸剑见到张掖越越强 心头瞪时一惊 他出剑的速度再一次提升 施展出来的剑法更加的可怕 像这种剑法 每一剑都是宗师手段 每一剑都是快如流星 即使扶中山伤害 也绝对无法挡得下三剑 擂台下面的虎族强者 见到伏霸剑越战越强 一个个都心头狂振 这种剑法已经超出了普通强者的极限 已经可以和宗师一战了 见到伏霸剑发出来的剑法越来越厉害 张掖心里的战意也越来越强盛 他大喝一声 出刀的速度竟然也加快起来 任伏霸剑的剑法多快 张掖始终能够从容应付 看起来危险到极点 但实际上却是有惊无险 伏霸剑这时候 心里生起了一个念头 张掖根本就没有全速地施斩刀法 他正在借助着我的剑法 磨炼着刀法 战斗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张掖突然发出一声长笑 手里的刀尖竟然一块再块施斩出的宗师手段也越来越厉害 张掖开始反击了 伏霸剑脸色一沉 这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猜测果然不错 张掖刚才果然是借着他的剑法来磨炼着自己的刀法 居然在生死搏杀之中磨炼自己的刀法 这简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啊 伏霸剑怒了 他疯狂地出剑 想把张掖的反击压下去 但伏霸剑很快就意识到张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虽然领悟了风暴意境 但他手里的巨剑实在是太粗 太差 出剑的速度无论如何都跟不上张掖 伏霸剑狠狠挥出一剑 把张掖逼退 杀意腾腾地说道 哼 小辈 你的刀法的确厉害 看来今天我要费一番手段才能把你轰杀了 伏霸剑说话之间 身上骤然冒出了浓郁至极的白光 这种浓郁至极的白光 看上去纯净无比 但却又给人一种尊贵冷漠的感觉 白光一出现 整个广场的温度都低了一块 就像是突然间来到了冬天一般 这种白光 这是极为尊贵纯净的西方白虎剑气 这是皇族才能够发出来的力量 是啊是啊 原来伏霸剑竟然有着皇族的血脉 难怪他的剑法如此的厉害 太可怕了 白虎剑气乃是皇族的力量 威力之强大 简直是惊天动地 震撼八方 白虎剑气一发出 伏霸剑胜定了 见到伏霸剑发出来的白虎剑气 广场上的虎族强者 目光之中都露出了尊敬的神色 一个个都惊叹不已 张叶看着伏霸剑 目光之中全是战役 虎族之中 血脉最高贵的人就是皇族了 而虎族的皇族也叫白虎一族 他们能够凝联出白虎煞气 厉害无比 虎族所在的方位属于西方 西方属金 白虎一族凭着天赋的血脉可以利用西方的更金之气 凝联出白虎煞气来 伏霸剑现在把白虎煞气融入到自己的剑里面 就变成了白虎煞气 每一缕白虎煞气都有着惊天动地的威难 伏霸剑身上的白虎煞气全部都灌注到了巨剑之中 巨剑涌出阵阵的可怕白光 广场上的虎族强者看到这种白光的时候 同时感觉到一种危险至极的感觉 这种白光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似乎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就可以把眼睛刺伤 傻 伏霸剑发出了白虎煞气 信心邓时无限地提升 他的目光微微一宁 一声大吼之下 巨剑一挥直直朝着张叶展过去 随着伏霸剑的巨剑挥动 人们同时生出一种感觉 天地似乎晃动了起来 隐隐约约之间 人们似乎可以看到 一头百丈高下的白虎正在虚空中仰天咆哮 光是那种避逆天下的气势 就让人灵魂站立 两腿发抖 人们都盯着张叶 想看到张叶惊恐的表情 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张叶面对如此恐怖的一击 脸上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恐 相反 张叶的脸上全是兴奋的神色 伏霸剑的长剑瞬间斩进 强大绝伦的力量 轰隆隆地推移出去 长剑每在虚空中运行一寸 力量就提升一倍之多 来到张叶身外的时候 凝聚在长剑上的力量 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宜山平海 只是小事一转 张叶体内的天和正气疯狂运转 天和正气和肉身的力量完美结合 身躯发出阵阵金光 整个人犹如金属铸成一般 就在这个金光闪闪的身躯之中 一股强横的霸道的力量正在疯狂的凝聚 庞大的力量之下 张叶披肩的黑色长发都随风飞扬起来 张叶手里的神秘刀尖 缓缓地展出去 一团比太阳还炽热的光芒 骤然从刀剑交击处发出来 两刀庞大的力量交集之下 张叶只感觉到手臂大振 虎口竟然隐隐地渗出了鲜血 一招受伤 张叶的肉身已经达到了兵机玉骨之境 但在白虎剑气之下 竟然一招就受伤了 当然了 这也是张叶的刀剑不好用力的原因 无论如何 伏霸剑的白虎剑气 威力绝对是非同小壳 不愧是虎族皇族的力量 伏霸剑这时候也退了两步 见到张叶虎口隐隐甚至鲜血 伏霸剑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之色 说道 你的力量不是很大吗 再接我一剑 伏霸剑手里的巨剑一扬 白虎剑气再次轰然发出来 又一剑朝着张叶站去 张叶虎口受伤 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他的肉身已经到了兵机玉骨之境 心念微微一动 虎口上的伤势正是恢复 见到伏霸剑如此的厉害 张叶不禁反省 他嘴角陡然发出一声长笑 神秘刀尖一划 竟然主动地赢了上去 两人又一剑硬拼 伏霸剑又退了一步 张叶的肉身之力超过了伏霸剑 但他的修为比不上伏霸剑 一击之下 身躯没有后退 但虎口却是再一次受伤了 来吧 让我看看白虎剑气的厉害 张叶抱贺一声 神秘刀剑一刀刀地划出去 他竟然主动发起了攻击 两人再次展开了疯狂的薄杀 伏霸剑施展出来的剑法 每一剑都融入了异境 都融入了白虎剑气 威力庞大到极点 而张叶的风之异境 隐隐胜过伏霸剑的风暴异境 速度比伏霸剑快上一点点 再加上张叶施展出来的刀剑 都是悬傲之极的上古刀剑 和伏霸剑相比 算得上各有优势 两人疯狂搏杀之下 竟然谁也奈何不了谁 一百招过去了 是平手 一千招过去了 依然是平手 三千招过去了 还是平手 好厉害呀 好激烈的战斗 太厉害了 这两人的战斗 只怕不比伏牙和伏黑邪弱呀 他们的战斗力 已经可以和宗师强制一战了 广场上的虎足年轻人 看着这场激烈至极的搏杀 一个个都兴奋到极点 他们的嘴里不停议论着 点凭着两人的战斗 就在张艺和伏霸剑激烈搏杀的时候 广场之中 悄然来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 一个尖嘴鹰鼻 正是鹰族九长老 一个浑身黑衣 毛发光亮 正是黑胡老族 最后的一个 穿着黄衣的老者 身后一根虎尾 乃是正宗的虎族人 三人看起来虽然有些古怪 但三人都是宗师强者 有着一种影响别人的神奇力量 而这时候 全场的人 又都把心神 放到了擂台的战斗上 三人一路走来 根本就没有人 多看他们一眼 三人进入到广场 来到一个阴暗的角落之中 观看着擂台上的战斗 看了一会儿 虎族老者脸上 略过一丝冷笑之色 说道 赢老头 黑胡老族 你们两人找到了我 就是想和我联手 对付这个张叶 这颗张叶的实力 虽然不错 但他根本就不值得老夫出手 对这个小辈出手 是降低老夫的身份 赢族九长老 和黑胡老族两人 进入到虎族的地盘之后 联系到了虎族八长老 福腾云 希望他和两人 一起出手 对付张叶 福腾云这时候 正好收到了张叶 在大荒城 斩杀福大威 和福列丰的消息 虎族九长老 和黑胡老族 一联系 他立即就跟着两人 来到了这片 上古异计 福腾云没有和张叶 战斗过 并不知道张叶的厉害 他看了一会儿 战斗之后 脸上邓氏露出了 不屑之色 根本没把张叶 放在眼里 见到福腾云 轻视张叶 营族九长老 和黑胡老族两人 脸上都露出了 一丝古怪的笑意 黑胡老族 微微一笑 说道 福兄 不可轻视此人哪 此人乃是 欲强欲强之人 刀法诡异莫测 神法更是快如闪电 可宗师强者 都有一战之力 福腾云傲然道 宗师强者 我就是宗师强者 张叶这种修为 低下的人 怎么能够和我们 相提并论呢 两位 你们实在是 太高估张叶了 说到了这里 福腾云指了一下 擂台 自信地说道 现在 擂台上 手持巨箭的 乃是我们虎族的 年轻辈强者 福霸剑 以张叶的战斗力 不用我们出手 福霸剑 就可以击败他了 赢足九长老 和黑胡老族两人 目光微微对视了一下 同时笑了起来 赢足九长老 嘿嘿一笑 说道 福老头啊 你也太小看张叶了 等着看吧 用不着一百招 福霸剑 肯定会败下阵来 福腾云冷笑一声 根本就不相信 他自信地说道 福霸剑 此人一向低调 是近十年 才激发白虎血脉 好在他的资质不错 修炼到了现在 在虎鹰 虎三族青年一辈之中 他足可以跻身前十之列了 他会败给张叶 这简直就是笑话 福腾云的声音刚刚落下来 擂台上面 突然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声音 三人凝神看去 只见张叶这时候 出刀的速度越来越快 身方也越来越快 福霸剑虽然有着白虎剑气 但在张叶这种 越来越快的刀法 和越来越快的身法之下 竟然瞬间 落到了下方 一时间只能是苦苦地抵挡 根本无法还手了 福腾云看得惊异起来 黑乎老祖这时候 黑黑一笑 福老头啊 你现在傻眼了吧 如果我猜得不错 张叶此子刚才是利用 伏把剑来磨练他的刀法 现在他刀法已经磨练完毕 他要开始反击了 伏把剑很快就要败下阵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